大家好,这里是千锋教育语音计算学院,我是徐八天老师 好,那这次课程呢,和大家分享一些常用的模块啊 常用模块,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执行命令的模块,Command和Share 那在做这个测试之前呢,我们首先来创建一样我们自己的资产列表 那我们准备呢,为了方便期间呢,把这个文件名啊,改变一下,并且只用两条机器 好,那么我们在当前目录下去编辑一个文件,把这个内容放进去 作为我们的hosts,那比如说我们的,是我们的isbo机器好吧 vihosts,然后呢,i,CtrlV就可以了,好 好,你复制站地的时候,一定要先敲i,进行插入模式之后呢,再CtrlV,好吧 要不然这个地方就会没有一些内容啊 ok,那么现在,这是有两个,两个被控节点,被管理节点 那分别有两个组,放入了分别的组里边,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db server,一个是什么web server,好吧 好,那么现在呢,保存一下,保存之后呢,我们来先说这个怎么去用啊 怎么去用这个两个模块啊,这两个模块都是什么 都是在远程服务器上,也就是被管理节点的,去执行命令的 也就是在远程服务器上执行一些命令啊 ok,那common的模块这模块呢,是adhawk的默认模块 你不添加不用,它就会什么,它就会什么,使用common的这个模块 你只需要添加什么,参数了就行了 比如说这里的,我这里,i是否,所有的 i指定我们呢,当前目楼下的后色,这个可以写绝对路径或者相对路径 ok吧,这里很明显是相对路径,好吧,杠A直接是一个参数 它就会用默认的common的模块进行执行这个echo hello命令 ok吧,我敲一个 ok吧,好,那比如说我们再执行一个 叫做hostname杠A 看它IP地址,这是没问题的,对吧 好,这是它什么,这表明我们背空节点名称,这个呢,是返回池 这是返回池,这是没问题的 好,那同样你要指定一下,指定模块之后呢,common的也行 那指定模块share也行,这是一样效果,好吧 那么在这里我们直接指定share,好吧 好,在这里说一下这个,sorry,这个改错了,不是在这儿啊 hosts,最后呢,杠M,对吧 不是改,而添加一个share,这share模块 用share模块去执行,好,这也是不出所料,也是没问题的,好吧 也是没问题的,好,那这是我们的common的和share 那这两个模块感觉是一样,你有什么差异呢 注意,share模块可以用share的内置命令 以及什么特性,比如说管道 输出重定向之类的,比如说特别是管道 是share的一个特性,对吧 还有什么,common的模块是无法执行share的内置命令和什么 一些特性的 一些特性的,好吧 好,那咱们做一下实验 那比如说我们执行了这个,我们什么 用share模块去echo亚号楼,并且grip-o 我仅仅过滤一下e这个单词 那注意这过滤时候是不是用到管道啊 那用到管道的时候,你就要用share模块 用common的模块就不好使 就不好使,看一下啊 好,这样,执行一下 好,可以看到,它正确返回来e,对吧 一个e,那这具体的命令我就不说了吧 这应该是基本的一个知识啊 好,基本的知识 好,那我们应该看看再来说 我们如果去掉-m shell 使用common的模块来上下键了一下 common的模块 就是使用默认的common的模块 它会干什么呢 看一下 它仅仅什么 是不是把这个内容给输注出来了 它仅仅执行了echo 它把这所有都变成什么 普通字符了 普通字符直接给你展现出来了 OK吧 这是什么呢 common和share 那具体的内置命令我们就 那种用的不多 就不再演示了 主要是这种管道能不能使用的问题 好吧 OK 那这是一个 share 就是执行命令的模块 好 那这次课呢 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